大家好,我們到了廁所 你看一個廁所可以講這麼多雜氣雜霸的事情 那很簡單,我比較臭屁就是說 我知道我在學校待很久沒有機會去外面立列 所以我每次只要去外面我都很積極 而且會被打臉,打完臉回去趕快讀資料看看 有一次那個被業者蒙過去 教授他說法規啊 奇怪,讀這麼少怎麼可能知道 怎麼可能不知道這個改變呢 一查案 對方也是很疲,讀你老是不懂 有一次我跟某個日式料理店 我跟各位講 這東西的話,下次我機會帶測光表 我們到電腦教室給大家看 什麼叫測光表?這邊的亮度 根據GHB要求的話 這是工作檯裡面要亮白米燭光 亮度 亮度的話其實你拿手機上面會有亮度計 LUX,LUX,LUXMETER 就找不到這個 那它的效果不是頂好的 那沒關係 這個亮度我們這種老手一看 OK沒問題 那事實上很多廚房 有一次我這樣說 不到100 你煮湯我就說不到100怎麼辦 萬一你有這些刀子叉子不小心掉到你那邊去 你亮度不夠 萬一師傅又是五六十歲的時候 那個視力像我現在感覺視力很差 你知道嗎 或者牙籤筷子掉進去 你就抓不出來的 所以亮度夠亮的時候 你才能看到 不行趕快撿起來 所以亮度一定要夠 那有一次我幫我某某長輩 我拿著那個 我的那個光度計去量 多少你猜猜看 不知道因為我看不到 不要講哪個長妹了 反正 我一輩子在叫兩個人媽 其中一個媽 好OK 那很可憐就幫他裝燈 那裝燈他也不開 那種老人那種 有夠忘的就對了 就是說他不曉得說 萬一他不開燈 後續包括自己可能受傷 或者造成別人受傷 風險 就一盞燈點一個小時 也不到一米足 不到一千瓦的電好不好 就這樣 好來那現在這邊 阿元帶著大家試看一下 來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邊 好OK來 我現在鏡頭帶到 等一下我來 我帶到這邊好了 我今天應該用另外一台才對 好來 我們現在開始看阿元示範 我們我怎麼去做集合的時候 那事實上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到現場 有兩種情況 我直接在這邊講 一般而言的話 我們到現場之後 因為今天是 今天是講課的時候 我會帶一些東西 我們會穿 廚師服或實驗衣 那有一些比較規模的 HGP課程 HGP公司 他會給你一個拋棄式的 鞋套等等的 那我們就先不講究那邊 另外一個 他會給你一個網帽 網帽有兩種 一個拋棄式的 這個是回收式的 一個可能便宜一點 大概七八十塊就有了 那網帽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把你的頭髮包在裡面 不會掉 有一次 某某 在某某賣場 他們舉辦包粽子比賽 那就 網帽的拋棄式對不對 就像我們這種短頭髮 全部都包進去 OK沒問題 就看到一個長髮的婦女 她網帽待在這邊 頭髮流到這裡來 那邊包粽子 那東西呢 就說網帽的目的是 要把頭髮整個都包進去嘛 對對對 然後另外我進到廚房 我一定會把手錶脫掉 根據法規 項鍊啊佛珠啊什麼東西 像許歌力 很多 就是進到裡面去 不管你是督導員 你是總經理 一樣直接都脫掉 那相對起來 有些故意就是 欸對不起 總經理 我們進到廚房規定 這個要脫掉 那總經理 我這個袋子給你 你就戴在身上 有些時候 那相對起來 如果今天總統來巡視呢 根據法標要 總統來巡視我管你一樣 你要進入我食品作業區 你必須出示你的體檢資料 欸那是國家機密耶 不然我把你擋在外面 有一次我們食品人 就發生這種事情 來今天你各位 你是食品廠的主人 總統臨時來巡視 根據法規大家都很熟 如果你沒有把他擋下來 這真是你的缺失喔 你怎麼辦 擋啊 擋不擋 擋啊 不會擋 但是我會把這些東西 放在他手裡 欸 哲中辦法 哲中請說 就是 呃 請他改日補見 哈哈哈哈 你這不夠老油條 我說 我最油條 你聽我的啊 呃 各位夥伴請注意 現在暫停手下 手邊的工作 解除 今天不工作 解除管制時間 大家自由走動 呵呵 這是老牛才這樣子 因為 作業時間要管制 休息時間不管制 那也就是我是修冷氣的 我是修排風扇的 我在非作業時間 我進來 OK 那而且我進來 我就不用年度體檢 年度體檢檢檢查什麼 檢查有沒有傳染病啊等等的 因為這個問題 那個我們在辯論的時候 我們視頻 教導師你不要亂教 到時候 到時候那個被查水表怎麼辦 那 沒有 這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那 那一般我不太喜歡 會 我不太喜歡戴這種帽圓的 因為會降低我的戰鬥力 刁刁人指數 會馬上下降 因為感覺卡住 那一般我都戴那個網帽 好 那下次再戴給各位看 好 來 這邊的話 來 第一個件事情 我們先看水路好不好 好 從看照下床下床 其實我們走到哪邊 看到哪邊 好來 我們先大家一起看水路 請問 水路的話 第一個問題 我看到鏡頭 這裡有看到 我來這裡 對不起 我來這裡 好來 我現在關心鏡頭有錄到我了 好來 在這裡 坐旁邊 要不然會擋到鏡頭 好來 來 比較好 來 這邊 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你可以圍到兩邊來 一般我們在鏡的時候呢 第一個我會先起來看 這邊的話 因為每一種的 那個 排水溝樣式都不太一樣 好來 那一般 這邊 有沒有刷乾淨 依我的定義 OK 因為它本身材質可能久了以後 可能會氧化等等 這還OK 好 第二個 我會看這個轉角 第三個看垂直面 第四個看底下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我們西山教室的老師 跟學生 維護得很乾淨 好 那當然你會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 例如說 早上我們去集合 看到飯了要不要 要不要記缺失 早上 要記缺失 欸 看情況 他回你去 我們早上才煮西班 最後跑下去啊 那我們 基本上範例很多 我們不見得會記缺失 要看有沒有 腸胃有沒有長餒 這個範例如果是成年的 成年的時候呢 就會記缺失 那個新鮮純路 新鮮純路 新鮮純路 你看看 沒有啦 不行不行 變綜藝咖了 來 那個 看一下它有沒有長美 而且最好看這邊 這邊 這邊其實你刷乾淨了之後呢 我會相信那個範例 不相關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整個是趨勢 看這邊的話 就會知道說 它本身是比較新鮮的 好來 各位看這個 你看這邊刷的亮晶晶了 對不對 只要刷的很亮晶晶晶晶 就知道說 不是成年的東西 還是成年的東西 一看就會知道 OK 好了 那我們前輩教我一個問題 叫八五法則 就是說 你一個地方 全區只有被你看到一隻蟑螂 要不要記缺失 全區尋了好久 被你看到一隻 我就會 對 好問題在哪裡 假設在儲存區好不好 在儲存區比較沒那麼重要的地方 要不要記確實 乾料,算乾料好了,不要講成品,講乾料 好問題齁,那我們這問題我們內部辯論過 那我們一致覺得,一致就放哪去 放蟑螂走也放主人走 那一樣,如果說這整條水溝整個看起來都很乾淨 萬一被你翻到之後,這邊不乾淨 八二把子,這我前輩教我的八二把子,你可能會把它流回 輕輕的確實 好,第二個,請問這個水怎麼流 要過接流茶,請問接流茶在哪裡 來,大家找找看 最簡單的方式就把水龍頭打開,看水怎麼流 來 如果你是主管,你要夾人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那個,開水要開個可能五六分鐘才會看它怎麼流 對 水有冥管有暗管齁,這個 開著開著,先開著沒關係,好,看它怎麼流 那一般面看它水溝的厚度,你就會知道 那一般面看它水溝的厚度,你就會知道 我還可以,這組上說的應該比賽大一把,我可以 我可以 一般的,你放在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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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放在一段 一般,你放在一段 一般的,你放在一段 一般的,你放在一段 一般的 你放下 你再問一點 對 來 給他 幫他一點 他就是隨機從小到尊 這支 這件事整個教室最右處 那再來一點 那有隨機去發展 隨機去發展 希望我回到一方便 那個 現機人帶來的時候 現在就有什麼位置 在上面的頭數 我只上上一盤 還不可以輸 好 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是其他有辦法 大概一二十六盤 那你出版的時候呢 初次現場不會痠你 但是你知道怎麼走開 大叔來幫我先開一盤 大叔都有寫的 然後再給你家 fell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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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有 在那裡 方面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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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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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